2017年1月25日 阮小玉新书《金色的夕阳,靓丽的黄昏》 在悉尼正式发布 澳洲中山同乡会会长于威达 永远荣誉会长于金晃 澳洲中山同乡会前会长杨广和 以及方敬武、黄毅强、黄少航等出席了当天发布仪式 出席新书发行仪式的嘉宾 对《金色的夕阳,靓丽的黄昏》 作者阮小玉表示祝贺 他们称赞阮小玉 一到澳洲就积极开始参与澳洲中山同乡会的活动 为人热忱 亲切友善 担任澳洲中山同乡会常务副会长 为澳洲开始的晚年生活 是他不平凡的人生 新的一页 他的奋献和努力得到了社区的认可和称赞 软小玉的新书 《金色的夕阳,靓丽的黄昏》 是一个华人在异域精彩生活的缩影 这本书记录了他的个人经历 他当选副会长是对他的热心同乡会的工作 奋献的肯定 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到 悉尼华人社会的现实分貌 看到澳洲中山同乡会的活动 以及各地社团的互动 《金色的夕阳,靓丽的黄昏的黄昏》 《金色的夕阳,靓丽的黄昏》 《金色的夕阳,靓丽的黄昏》 多谢大家 今年月来月好 新年家庭幸福 万事无二 多谢大家 澳大利亚天河电视台记者现场报道